K-Day 传财员 放无薪假业者 免费行程充电旅游 新冠肺炎 COVID-19 疫情冲击各国旅游 航空、饭店餐饮业 昨20日传出亚洲最大旅游电商平台 K-K-Day 员工遭资前与无薪假的消息 对此,劳动局表示 确实有收到K-K-Day 8名员工遭资前通报 但还不到大量解雇劳工的标准 K-K-Day 指称 并无大量裁员或无薪假 报道中所指为例行考核评量结果 据了解 K-K-Day 目前员工约500名 陷阱8名被资前 劳动局认为 还未达大量解雇劳工的标准 此消息来自 K-K-Day 员工内部爆料 公司要求各部门交出资浅名单 并放无薪假 K-K-Day 则解释目前进行的是充电旅游价计划 媒体报道有诸多曲解之处 K-K-K-Day 表示 因疫情影响业务量缩减 为让员工获得妥善休息 并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效益 于是制定充电旅游价计划 鼓励员工于3到5月期间申请休假充电 为未来疫情趋缓后市场复苏预作准备 并强调此充电旅游价计划办法与劳工权益皆参照现行相关法令规范 实施充电旅游价计划期间 员工可以周或月为单位向公司申请 假期天数不受元年度试假天数限制 K-K-Day 表示 完全尊重员工意愿 并已在计划办法公布前加强各部门主管与专案负责相关人员之宣导 绝不会强迫员工申请休假 K-K-Day 指出 提供参与计划员工可得到免费行程体验 机票与住宿赞助 进修优惠方案等申请管道与 请不吝点赞助